女人一生最容易被人们比作花,摇曳在红尘之中,花开花落,垂连谁愿,年轻时女人有着她特有的那份清纯和无忧无虑的自在,她仿佛就是那花海中最惹人爱的那朵。 随着岁月的流逝,时间赋予女人的是沉淀的神秘感、知性、优雅,是此和她们的代名词,然而现实中也有这么两个群体,她们像是扶贫,四处寻找归属,家里认为她们着急,时间也催促着她们变老,这就是离婚无孩的女人和大龄圣女,这是目前最容易勾起话题度的两个女性群体,那么哪个群体最受男人欢迎? 更好战吗?让我们看看男人们的想法。 白特坎叔,三十五岁,未婚,作为一个大龄圣男的角度来看,如果是我,我肯定会选择大龄圣女,因为离过婚的女人在结婚的话就是二婚。 即便她没有孩子,但是在某些性质上也不一样了,假如我真谈恋爱了,假如临嫁去的是大龄圣女,我母亲可能不会说什么。 假如我说她离过婚,我觉得我母亲肯定不会同意,因为是俗上对离婚的女人是有看法的。 白特坎叔,四十一岁,离婚,说实话即便我离过一次婚,我也是更愿意娶大龄圣女,因为离过婚的女人是受过伤害的。 或者说她在恋爱也好,在重新组合家庭也好,都会心里有所接地了,我离过一次婚了,所以很懂得那个心理感觉。 但是现实一点讲,我作为一个离婚的男人,大龄圣女也不一定会选择我,道理都是一样的,而是在高远,二十八岁,未婚,我应该会选择离过婚的女人吧。 现实中我见过太多的大龄圣女,她们真的不好伺候,有些大龄圣女之所以剩下,是她们觉得自己太优秀,想要找有钱的,尝得好当,可是那样的男人也不会看上她,当然不能以偏概全。 还有一些大龄圣女是以前恋爱受伤了,后来不敢爱了,把所有的都投入到工作之中,这样的性格我觉得和我不怎么能合得来。 而天涯还讲,三十岁,未婚其实在我眼里大龄圣女也好,离过婚的女人也好,我都不愿不会把她们分得太轻,因为我觉得爱情这个东西一带来了,什么都不是问题。 如果爱一个人,不会计较她的过去,而是选择好好的爱她,离过婚的女人就该对她更加呵护,而大龄圣女则要一步一步地走进她的内心。 其实爱一个人,哪里需要什么条件,爱就娶了,总之,这四个男人每个人都有她自己的态度,选择娶离婚没有孩子的女人也好,还是大龄圣女也好,她们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选择点。 离过婚的女人和大龄圣女,可以说可有其优点和不足之处,但是这绝对不是一个女人自我价值降低的原因,越是外人强调过来的有色眼镜。 我们就越该活得更加精彩,我很赞同最后一位先生的话,有的时候真爱来了,爱你的人就来到你的身边,所有的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,毕竟爱一个人就要接受他的所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